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啰我是卷品 卷品 我总算收集到足够的橡皮叉数量 来拍摄橡皮叉大战式了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要来抓 谁是谢多王 我们不要抄袭那个谢宝王 那我这次准备的橡皮叉呢 有一些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橡皮擦 就是在台湾本岛是买不到的部分 那剩下的部分呢就是 在台湾的美术社可以买到 那在一般的文具店开价商品部分呢 是比较难找到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喔 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500字高级高纸 每次都这一本耶 这本我还有这么多页还没用耶 OK 第一个 白金牌的集血型橡皮擦 太多网友推荐我了 说这支有多好用多好用的 今天就是来让大家看一下了 符合我心目中爱用的 但不是啊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找血多王啊 来 第二个跟第三个要一起介绍的是 Paintel的50周年橡皮擦 和五印良品的黑色塑胶叉 诶 这时候一定会有人问啦 这两个为什么要摆在一起讲呢 因为 你有看到后面吗 有看到后面吗 非龙文具 古非龙线公司 所以 第一这两个照到来来讲 内容屋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摆在这里跟这里 看看结果会是如何勒 好 有 50周年的血量 咦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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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ô 咩 咩 咩 还有 C 灯 我们 gente 蜕 黏血 非PVC橡皮擦 哇塞 哇塞 哇 完全擦不乾淨啊 觀眾 慘不忍睹 慘不忍睹 我第一次看到有牌子 這麼這麼的擦不乾淨耶 哇塞 擦不乾淨之血多王寶座 噠噠噠噠 接下來要連續測試的都是PLUS出品的橡皮擦 黑色的跟有顏色的跟這個AIR IN AIR IN這隻好像在香港比較常看到的樣子 品質是一樣的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有點厲害喔 PLUS的 越小顆越強 可惜他們都沒有熔燈謝多王的寶座 還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打敗熊獅 這隻MOON環保無毒塑膠叉 大家有沒有覺得他的顏色配置有一點點眼熟啊 MOONLIGHT 月光貿易 哎沒錯這一隻就是 MONO的橡皮擦 照到底來講應該是他啦 你看他的配色 而且也是同一個代理商進來的 噢 好擦耶 而且乾淨 重點是好乾淨喔 挑戰失敗 米蘭橡皮擦 如果你有在看我們前面一二三集的觀眾啊 你應該會知道 米蘭的橡皮擦 始終被我吐槽到不行 所以我覺得他很有機率 可以直接打敗熊獅橡皮擦 你們覺得呢 我們拭目一帶喔 哇 這完全無法打敗啊 這個乾淨的程度 完全不能夠比掉的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啦 我覺得他還是在第一名 就是血多 擦不乾淨 他的血量跟他比起來 少了一點 那這個又更少 Loser Pentail50周年被打趴了 這是Sakura高品質塑膠叉 而且是軟的喔 哇 哇哇哇 一條 就完畢了 這隻 8B克星 MARCO 應該是某一個 射筆品牌出的橡皮擦 安碩文教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 這是上海的 8B克星 8B克星 那我完全沒色擦耶 這中間沒色擦耶 哇塞 8B克星 我給你5C好評 我現在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叫8B克星了 就是8B的 全部都可以擦掉 太厲害了 果然 果然叫做8B克星 超強超強 Rotring嗎 我不會唸 這雪雪亮 沒有打敗前面的 美術社買到的橡皮擦 啊 哇 完完敗 雪亮實在是太少了 跟前面的比 完敗 太失敗了 太失敗了 王子 哦 乾淨溜溜 тиح 之後 就一條 沒力 好啦 depart 我們終於要來看看從加拿大戴回來的橡皮擦了 先看這一顆大家一定都知道的 Cdyll Youch maintained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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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很想要临时加码 看Sídero这一顆跟这个比起来的谁比较厉害 哇哇哇哇哇 哇哇 cz 不晃多讓ェ 他們兩個是雙胞胎把 不要騙我了 哦 啊這個不是電書機的意思嗎 是啊 那是他的招牌 就加拿大很大間的連鎖文具店叫Staples 輸了 輸了 他連穴都沒有 太太失敗了 怎麼可以連穴穴都沒有呢 如此的失敗 對啊 而且還擦得這麼乾淨 真的 他跟前面的比我們如果拉很近放大來看的話 這個地方稍微的有點擦不乾淨 他實在是 太失敗了 完全沒有辦法到穴都王這個寶座 連邊都沒有辦法 連穴都不願意掉下來了 拿了如此優質的橡皮擦怎麼回事呢 這個我 上次的影片裡面介紹的那個文具店就是這一家 對 然後他就是這一支文具店自己出的自由品牌 中規中矩 跟一般的保養品一樣 擦在你的臉上沒有什麼太大的FU 但是也不會讓你的臉爛的 標準型橡皮擦 標準型橡皮擦 M牌的 這個牌子我不會念 這個 就標準跟黏穴的中間值 這兩個好像是兄弟耶 同一個廠牌出的 可是他很可愛喔 你看他有臉喔 很可愛 打開給你看 看 然後這個好像可以轉吧 你可以轉到你想要看到的那個臉 他的穴幾乎是很少了 這支是Paper Mate 很繽紛耶 我這個好捨不得用喔 Paper Mate 用這一個 就這樣耶 我們終於進入了冠亞軍決賽了 我們要再給熊獅一次平復他的機會 不能夠說我們冤枉他 他差不趕緊 我們也要再給斯德羅一次機會 也許他 他的血量並沒有比熊獅多 我們來看看最後的揭曉囉 來囉 我應該要先插哪一個 先插他的 好我們先插他的 目前戰定冠軍 目前戰定冠軍 哇哇哇 我這個這個 拉個鏡頭 拉個鏡頭 給大家看一看 哇哇 喔喔喔喔喔 對不對 呀這個大崩姐啊 大崩姐 好我換一個腳叉 換這個腳換這個腳 好嗎 好不好 是這裏完全沒有遺忘了 四個背景 四個背景 對 哇 哇 我我拉很近 給大家看 我真的沒有騙你們 我真的沒有騙你們 用進了吃奶的力氣了 這個步子有越插越髒的嫌疑 這已經不是了 是鐵一般的事實 就是切不乾淨啦 恭喜我們的 斯德羅小米茶熔燈這一次 雪多王的寶座 拉拉拉 哈哈哈哈 自己都掉下來了 這個無話可說了吧 無話可說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集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這一集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點個喜歡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很喜歡我們的頻道 一定要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 很重要啦 我一直都沒有催促大家要按一個訂閱 大家都不按的喔 可惡可惡 所以我一定要再三來強調 記得一定要訂閱一下 其樂網文具的頻道 那如果有什麼 你很想要看到的文具主題 是我一直 始終都沒有拍攝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一定要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作為一個參考依據啦 那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再見啦 將咧 而且我嚴重的懷疑 它根本就跟米蘭這一隻 是一模一樣的 雙胖胎兄弟啊